所以那時候是這一首歌陪伴著我 就讓很多人 應該說讓我 因為我那時候睡不著覺 然後我只有聽著我能睡著 其實說實話就是 因為你是 就像你以前比如說拍的照或什麼 或是你以前寫過的東西 你現在回頭看 你真的每一個年齡帶你看的感覺都不一樣 我現在看好不好 或我現在聽害怕 我現在看You Don't Know 我現在看比如說轉角的女孩 其實她的心境對我來說都不一樣 都代表各種不同的年齡段 我記得有一個小故事是 她的demo一來 然後我聽完她的demo 我說老師這歌我一定要收 我已經收了 我說哇那太好了 我說那還有一個問題 要什麼問題我 好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秒再讓我們 歡迎特別來賓李維鋒 哈囉大家好 我是維鋒 好 要不要先講一下 因為你成績好像滿久了一段時間 都要講一下這期間都要幹嘛 其實要跟大家說一下就不好意思 因為我其實前一陣子都住在北京 對然後今年就是 有很多因素的考量 然後我覺得身體的狀況或什麼 所以我決定可能先暫時搬回來 對然後這段時間就是 基本上都是在北京拍戲比較多 前生在住院 對 聊一養這樣 對就是大概有半個月吧 所以現在有比較好一點 本來前生比較好 但最近有點忙 所以就覺得還是要 再好好的努力休息一下 先講一下你最近發行的 就是發行的cover歌 叫做銀光 對 那它其實改編字就是 IU的歌 叫做夜姓 對我覺得先請 所有的IU粉絲們先講 我知道就是我自己很喜歡IU 我也是 我是她粉絲 然後呢 因為夜姓只有哥那個時候 陪伴我去年我有一陣子非常低潮 然後就是 在那個時候 你真的會知道有一些人 他 但這是不好的 就是當你有時候那個關卡過去 你可以理解有些人 他可能真的會 有不好的念頭 你知道嗎 所以那時候這一首歌陪伴著我 就讓 很多人 應該說讓我 因為我那時候睡不著覺 然後我只有聽著 就能睡著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 他的歌詞跟他所表達的東西 因為是很直接很純粹的 對 他還是講愛情 對 然後我覺得他的melody也好 所以 我那時候就想 我需要有一個東西 然後讓我 可以 支撐我繼續走下去 所以我就自己寫了這首歌的歌詞 所以我覺得我還算是滿幸運的 就在那個時候 不然的話我真的 也不知道後面會變成什麼樣子 就我相信你也鼓勵了一群粉絲 我希望 因為其實每次很多人做宣傳 然後都知道我要有愛啊 要有什麼我覺得那個 可是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的經歷 所以我希望 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們的slogan就寫說 希望在黑暗中 一起不再孤單 是這個意思 就有的時候 為什麼是螢光呢 因為我覺得螢光它在黑暗當中 就是一點點 其實就很醒目 就有時候其實在人生當中 你只需要那一點點的希望 就可以往前 接下來呢 我除了自己寫的這首 翻唱IU的螢光這首歌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首歌是翻唱 羅哲祥的不具名的悲傷 那也是你自己改詞的嗎 沒有詞沒有改 但是我們是改編 就是把它的編曲做了一些編動 就重新把它 重新編曲 然後 這首歌其實 我就是覺得這首歌是一首 你知道那種專輯裡面都會有 比較被忽略的好歌 的那種歌曲 你知道嗎 但它也有打也很好聽 然後 我喜歡這首歌也非常久了 時間 然後我每次到KTV都會點 所以我就想有機會 如果可以翻唱 然後我們做一個不一樣的改編 結果剛好他給我的歌 在裡面就有這首歌 然後他們說 那你要不要試唱一下讓我感覺 然後我唱了一個天 他們覺得 就決定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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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kacho Pikacho 而且錄音到製作大概就兩周的時間 特別快 其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你有出兩張專輯嗎 對很久以前 Long time ago Long time ago 你知道我最喜歡哪一首嗎 哪一首歌 害怕 他有聽耶 經濟這旁邊 確定有聽耶 李榮浩做詞做詞 對對對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 其實我第一張專輯跟第二張專輯 李榮浩這首歌 幫我寫一首歌 詞曲都是他 他說的其實是第一張專輯的第九首歌 你先看多後面 然後這首歌其實當初是更好不好 就害怕更好不好這首歌 唱片公司老闆一直很想打害怕 他覺得害怕 不要好不好 更好啊 更難啊 為什麼不要 然後後來我們就投票 最後就一票子差 害怕就沒有打 本來第四波 第五波是要打害怕 然後在那邊沒有錢 好 OK 不然的話其實大家可以聽到害怕 但我那時候因為 就是 榮浩哥 我是真的認識他 因為 就是因為他來台灣的時候 我真的有去拜訪過他 然後 害怕這首歌 當初是他還沒有 真的還沒有完全特別廣為原知的時候 我們就收了這首歌 所以非常謝謝他 然後那時候去北京做宣傳 然後我也很喜歡他的第一張專輯 那時候在台灣還沒有過來的時候 還沒有入圍金曲的時候 然後他幫我寫 我記得這個有一個小故事是 他的demo一來 然後我聽完他的demo 我說 老師這歌我一定要收 我已經收了 我說哇那太好了 我說那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什麼問題 我說我感覺我怎麼唱都不會比他好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這個是 郭老闆不會比他更屌 我也知道 你唱的不會比他更屌 但我們用另外一種方式屌一下 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我們 不朝他那個方向 因為其實害怕這首歌 你剛剛說只有 包括我們第二張專輯 也故意放在第九首一樣 也是他寫的 叫從今天聽以後 對 你可能沒有聽你就知道 然後這兩首歌都屬於 他其實是很man的歌 你知道他來的demo 就是一把吉他 就 你終於開了口 說了分手 就是那種很簡單的那種 好像他隨便在浴室就錄的那種改的 然後我們就覺得唱不贏他 對 所以 後來我們才改了 比較說 可能 氣勢磅礡一點 然後希望讓大家覺得更痛一點 他那種是屬於比較man的 男生比較不痛的那種感覺 可是其實你前兩張 就比較沒有自己做詞做曲 對 未來也有考慮嗎 呃 其實是這樣 我一直覺得我寫歌沒有寫得很好 所以我就不寫了 哈哈 所以不是說不放置 有時候我覺得 術業有專攻嘛 對不對 我覺得如果真的沒有特別好的東西 就不要馬上來 可是我會 我有一個想法耶 就是我會覺得 如果是 因為其實隔了時間有點久 那如果要再重新出來 我就可以把 也許把自己的心境再重新 記得也許不是到最好或是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可以把自己的 內心的東西 跟大家分明了 反思 其實是有啦 其實有一首歌詞曲啦 但是呢 我們還在商討說 到底要怎麼做 那要不要發 那其實 我們跟政務公司研究之後 他們覺得這歌其實還可以的 只是我一直都覺得 沒有特別好 你知道我花蓮跨年的時候 我唱的跨年 我有100多的tag 我以為我被通緝了 你知道嗎 我想玩了回來 我被抓走 我死定了 然後打開全部都是那個電視 或在現場聽的時候 他說 我的青春 或我小時候可以 我兒時的 我想 我想 我是60的嗎 連也沒有 因為我覺得是 可能是你出道的早 對對對 就是可能 對對對 可能我出道的算早 所以可能小時候 大家從大學生都沒有 然後慢慢一路看 然後到 出道唱歌啊 什麼的 演戲啊 我就覺得 結果看的時候覺得 其實蠻榮幸 覺得很開心 但是 又覺得哪裡不太對 今天覺得 心裡有股酸酸的 你知道嗎 就覺得 這樣想正著看 反著看都覺得 有點不太開心 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他其實年紀沒有到很大 對我 我才30好嗎 對 OK 我們今天農曆算吧 我32 好不好 農曆算吧 可以嗎 喔 22 農曆 你22歲 我22 你22歲 不錄了 走 等一下 他才22歲啊 所以我真的是 從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你這樣子 我是 等一下 他真的22嗎 我真的22 你已經 你懷疑嗎 對啊 我的媽呀 我的媽呀 我現在 我有點接受不了這個 這個 這個年紀的衝擊 要我還一下 你才22歲 但是你 但是換另外長度小 你是從大學那時候 剛畢業的時候出來 對對對 所以你這時候成績 那我剛好是從國中到大學 聽起來沒有這麼少 對的其實 其實是正常 所以大家其實都會想說 那你真的是 小時候有聽過我的 對我真的是 小時候聽你的歌 找到 OK好 我們聽到下一個問題 好 我們講那麼多 還沒回到正題 一二 OK 好 我們從出道到現在 有沒有什麼想分享 因為真的經歷了蠻多時間 那你有沒有特別想分享的故事 也許是你沒有公開講過 或是什麼 或是你自己心裡的話 你想分享 嗯 OK 我覺得可能大家對於我當時 為什麼要離開台灣這件事情 覺得很納悶 很多人給我的反應 他會覺得你怎麼突然間不見 幹嘛不見 有什麼好見 那其實是原先 我那個時候跟之前的經驗公司 終止了合作 所以那個時候 在一些迫於無奈的情況之下 我就必須先離開台灣一陣子 因為那時候台灣我們 不一定有辦法很順利的工作 我們不知道 那時候所以 我就覺得那我是不是 就可以去床一床 因為我是射手座 我就覺得我想要去試一試 我也是 好你也是射手座 好那你一定很能理解 就那個時候就覺得我希望 去挑戰一下自己 對 然後是證明我失敗 看一下看一下 就是去挑戰一下 然後我覺得 我在那裡的確 經歷了很多可能我這輩子 在台灣沒有辦法經歷的事情 當然最重要的是 你剛剛講到住院的部分 就是我回來台灣過年的時候 我發現我身體給了我一個很大的警訊 對就是我 最嚴重的時候我真的走路都會喘 然後剛好趁著這次疫情 我有很長的應該時間可以休息 然後 我就覺得身體有各種毛病 比如說心臟啊然後呼吸道 包括我自己也是過敏而生的 你就會發現 有一個時間停下來 好好思考一下未來 然後思考一下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 跟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有找到嗎 就是喜歡 跟 我覺得我還是 就是 最喜歡唱歌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辦法莫名 不然音樂這件事情 就是我沒有辦法 可能這輩子我很難離開 這件事情 但是真的是熱愛 沒錯真的是很喜歡 就是你唱它你會覺得 就是 還是喜歡這個舞台 我們錄音完常會很膚淺 就這樣就爽啦 你知道就是錄完就是 你知道就是很 沒有成就感 而且當如果唱得不錯的時候 你會覺得 獲得一種很 就里程碑的感覺 對對對 你就覺得好像 滿一個等級 你知道嗎 當然我滿幸運的 就是說 在台灣也好或是在其他地方 都會有一群人 就是喜歡聽我 而這點是我要非常非常謝謝大家 真的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 所以 讓我有這個動力可以繼續往下走 也是因為大家 所以接下來也有可能 再看到它更多的發展 它其實沒有消失啦 對我沒有消失還在 它只是就是 它可能需要沉澱一下 對 那它接下來 付出的時候 它也會告訴大家 對 現在慢慢的 就比如新歌 然後新的作品 我們希望在年底很快跟大家見面 好奇問一下 就是你之前 有經濟公司 跟衝品公司嗎 嗯 那你一開始之後 現在有嗎 現在 我有合作的公司 是有的 是有經濟也好 然後但是因為是家人的關係 所以就 比較freelancer一點 對 這個滿有意思的 就是 晚上一個人都會在想吃 晚上一個人 哇 晚上一個人想進泰國了 好多喔 哇 晚上一個人確定是 除了胡思亂想的話 什麼都沒有 確定 真的啊 因為我覺得大家一個人的時候都會 你會想 如果心情好一點的時候 你會想 接下來我還可以怎麼樣做做更好 如果心情比較不好 或很累的時候 你就會想 我怎麼樣可以 預防自己 不好 因為我覺得自省這件事還滿重要的 每天你想一下今天發生的事 因為像我是常會忘記 比如我今天忘記昨天做過什麼 所以有時候我需要去理一下 我就知道說 有哪裡可以做更好的 我希望 對每一天都可以再進步一點點 還會拍戲嗎 嗯 應該會 其實會 現在還是有在聊 對還是有 你都要我減肥 所以 哪有你超瘦的你 不好意思 嗯 就是確定是有點胖 為什麼要聊這麼久 體重問題 真的 今年年底會發EP嗎 今年年底 EP不確定的 新歌會 新歌會 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對對對 新歌一定會 那我想問一個 你覺得你今年有沒有聽到 比較好的作品 所以你覺得 有為之以量 像我最近聽了一個 呃 就是理想混蛋 天氣晴朗在海面 這句很好聽 而且我剛才來的電台上面 還有聽到 哇 欸我們之前有沒有做過 真的假的 我覺得他那首歌很好聽 然後 其實很多欸 比如說我也很喜歡李友廷 喔 我很喜歡他那個誰 但是這是比較 久之前的作品 但是我覺得經典 他會永遠是經典 好 所以大家如果還不認識他們 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我稍微TAG一下他們 對然後可以順便來認識我 對 也要認識他 因為畢竟是我的專榜 我很怕是誰 看完 跑掉是不是 看完就 就所有人都記得理想混蛋 以為這一集理想混蛋特級 就說欸那你真的就混蛋了 不可以喔 不理想 這可能是很多人想知道 就是衣服 作為一個歌手 都是演藝人員 那他們衣服 可能大家不是常見到 那他們通常會有哪些門路嗎 其實藝人我覺得最多應該就是 贊助吧 就比如說像我那個年代 我那個年代 好OK就是我以前的 以前就是 我剛出道的時候 我是一本球星 我很喜歡潮流 一直以來 然後所以我跟台灣 我自己特別支持本土的潮牌 就是 其實所有人的人 很少很少看我穿其他地方的潮牌 就是台灣以外的潮牌 其實因為我很支持 我覺得我們本土的潮流 或是我們本土的 很多的藝術方面 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這樣子的東西 可以往其他地方發銷 所以我自己跟 比如本土的很多的潮牌的老闆 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他們會給我 很多的support和支持 當然缺點可能是 比如說我常常穿衣服 會很casual 就是我沒有太正式的東西 對 像比如說我今天穿的這個也是 就是我五項就 周董的潮牌 然後這個也是 然後我就自己會去做 那個廠商看到了嗎 順便贊助我一下 拜託 哈哈哈哈 喂 傻丑 原來他為了這麼多問題 是為了 誰那麼多感 有沒有 前面都是為了sponsor 沒有 家都沒有家 沒事常常也可以 也可以找我sponsor 對對對 沒有說我們不嫌衣服多 最近手錶很空 這個手錶自己買的 沒關係 快拿掉 是不是要是空的 空的 空的 歡迎贊助 對 歡迎sponsor 我覺得觀眾可能很 就是很久沒聽到你唱歌了 對 要不要唱一下 那我唱一下我專輯裡面的歌好了 這首歌也是屬於 很少遠聽吧 但是我自己蠻喜歡的歌 叫做 笑臉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輕快的歌 要不要分享一下 這首歌 嗯 我先唱好了 唱完再分享 2 是你給的笑臉 我每天都在回味 每當我閉上眼睛我就能看見 那浪漫的畫面 是你給的笑臉 寫著我們的曖昧 每當我閉上眼睛我還能感覺 你就在我 上面 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因為它是一首比較輕快的歌 然後比較甜 比較可愛 然後這首歌我覺得是大家 比如說你下午或早上起床 太陽的狀態 對 輕鬆的時候你可以聽這首歌 然後你心裡不好的時候 也可以聽這首歌 因為它叫笑臉 對 所以就希望你聽完之後 每個人都會心情的好一點 嗯嗯 然後可以迎接新的一天啊 是的 是的 但是大家聽完笑臉 還是可以去聽一下螢光 這樣子 對 它新的作品就是Cover的歌 大家可以做關注 沒錯沒錯 我好奇喔 就是你現在會回去聽你自己的平常 就是之前的歌 會啊 會啊 偶爾會聽一下 那你之前的歌 有沒有特別想要分享 在你成長了這麼多年 就是經歷了這麼多年 你在回去看的時候 你有沒有拿一首歌 到現在為止 是你覺得印象很深刻的 其實說實話啊 就是 因為你是 就像你以前 比如說拍的照或什麼 或是你以前寫過的東西 你現在回頭看 你真的每一個年齡段 你看的感覺都不一樣 我現在看好不好 或我現在聽害怕 我現在看You Don't Know 我現在看 比如說轉角那個女孩 其實她的心境 對我來說都不一樣 都代表各種不同的年齡段 比如說好不好 可能是代表我22歲 那個時候我覺得對於愛情 其實我 我不是很 我不是很了解 但我覺得 我就 想要去表達這種 很直接的情緒 我覺得在我圓上當中 就只有愛跟不愛 我分手我就是很痛苦 我痛苦我就要說給你聽 那 害怕我現在看 我會覺得是一個 比較成熟的男人 然後 其實每一個人在談 戀愛的時候 都是害怕的 任何 就是我跟你 比如我們兩個 比如我跟他我跟誰 或你跟女朋友在談戀愛的時候 其實每天你們都很害怕 所以你們在害怕什麼呢 害怕失去對方 所以她才會 我們都害怕 才會 渐渐淡忘對方 所有模樣 自己的受傷 她才會有 這些詞 她說的事情 是這個故事 是 我們都很害怕 每一天 每一天 因為我每一天都在害怕失去 然後我很害怕 我當初常用的事情 沒有做到 因為這樣我一樣會失去 可是在那個時候 你不會去想到這件事 你是想的 我受傷我好難過 在22歲的時候 我23歲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現在回頭看每一首歌都有每一首歌 代表不同的自己 其實接下來 我可能對於我的協放人生這塊 會下比較多心力 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好不容易人生當地 才要做副業 所以當然也需要大家很多的支持 然後在8月的時候 如果 你們那時候如果播出的話 開幕 那你們就能夠看到 那是一個可以喝的東西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然後第二個是 我還是沒有放棄唱歌這件事情 所以請大家 可以留言給我 比如說到我的粉專或我的IG 告訴我你們想聽我翻唱什麼歌 或想看我拍什麼樣的戲 或是想看我拍什麼樣的Vlog 或是YouTube的專題都可以 可以承諾大家是年底之前一定會有新歌 但是EP EP的話可能有點難度我覺得 因為 按照我們現在的進度 你要年底改EP 也不太可能 最快可能是明年初 最快 因為你還要錄 還要拍MV 還要企劃 還要這些東西 對對對 所以 目前都還沒有 對對對 所以目前是我們只有一首新歌正準備要錄而已 而只有一個是新歌 就完全全新沒聽過 也沒有人翻唱 就是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大家關注的話就會知道 對對對 可以密切關注一下 所以接下來計劃 大家可以就到他那邊去 喜歡的話可以 也許按個讚追蹤一下 訂閱一下 對對對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也可以訂閱按讚追蹤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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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